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欢迎来到福尔摩沙日志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张顺祥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 磁湖雕塑纪念公园 那么当然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桃源县农业局的局长 那么之前是大溪镇的镇长 也就是我们的曾荣健 曾局长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局长我们当然知道现在 颇受海内外以及大陆旅游的 游客的欢迎的磁湖雕塑纪念公园 现在是非常的完整的耸立在那边 让人家参观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事实上在当年要开始运作之前 政治氛围是非常的 这个颇为怪异的 很多的这个蒋介石的铜像 都被人家丢弃 甚至是不要了 是不是也请局长给我们回顾一下 当时您所感受到的一个氛围是如何呢 在当时因为解言之后台湾政治的形势是快速的一个变动 而且它的氛围是比较奇怪的一个氛围 当然在整个政治竞争里面呢总是要找到一个标的 那执政党就是国民党 那蒋介石也属于国民党 那另外一个政党呢也就是所谓的当时的党外 现在的民进党包括台联这些呢 他反对这些的一个势力呢 他刚刚找到一个标的 最好的标的就是谁 有一个强人图腾的蒋介石 那我们先总统又已经往生了呢 怎么办 就拿他的铜像来出气 那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而且也看到很多经典的作品 一件一件的被拆下来 一件一件的被肢解 甚至于已经消失到哪里去 当然有很多的原创的人 或者学生或者当时在树立铜像过程的这些 相亲呢都觉得非常的可惜 在心里好像又有失落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 我们就在思考 如果有机会把这些作品当成艺术品 总和的透过一定的规矩把它陈列之后 或者是一个展示之后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的氛围下面 形成这样的一个铜像公园 是是是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之后 开始着手的一个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包括可能找地啊 或者是说这些铜像的这个来源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 尤其在民国88年的6月份 我们在国立师范大学的大门口 对一尊蒋介石先生的一个铜像呢 因为学生的建议包括一直 就这个氛围已经扩造到学校的校务会议 为了一尊铜像造成很大的学校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而且是拆与不拆两派一件非常的激烈 在这样的一个当时呢 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一个铜像造成一个单位 或者一个机关或一个地方的一个冲突的时候 何不把它移走 大胆的建议把它移走 那在什么地方最适合呢 我在想因为在池湖的边上呢 就有一块非常大的一个基地 将近四公顷的基地 我们就在想 如果这是一个艺术品 把它做一个艺术品的陈列 一个雕塑公园的概念来做的时候 那应该是会比较完整 比较平和的一件事情 所以马上就请我们相关的政公所的同仁幕僚来开会 可不可能可不可行 之后呢 我们共同的决议 我在再三的在经过跟一些艺术家也好 原来创作者也好 地方的文史工作的人也好 讨论之后 认为坐在大西是适合的 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正式去行为给师范大学 希望他捐赠 但是师范大学又保留 之后我们就向全国发出 我们要征求想要一致 先总统讲公同项的一些相关单位 来送给我们 我们来把它整个说起来 把它做一个统一的一个陈列 所以这样的一个来源是除了刚刚你提到这个学校之外 机关或其他行号是不是也都有捐赠铜像给你们 行号的比较少 是以机关为主 尤其是以中南部的机关尤其的热烈的一个响应 我们希望的方法是 如果这个机关在铜像成立那个园区里面 他们要做整理的时候送给我们 我们派车子去把它运回来 他们就只要把它拿走就好了 我们第一尊半生的那个水泥的 那个是在新竹县政府 因为它的广场要在整理要扩建 它必须移除 所以我们把它拿回来 最经典的 大的是高雄县政府大门口的 我也在这里要特别谢谢余政县 余县长他当时在当县长 他也非常的愿意来捐给我们 也配合我们把相关的工程呢 后续工程是他们来把它上后 我们只把铜像移回来 我们做这样的时候是在民国88年 88年应该是第一尊 我们把它做下来 是做好的时候是在10月份 88年10月29日 因为高雄县政府那一尊是铜的 是青铜做的 我们把它移回来在园区里面 把它立起来 手制的一个一字典礼 而且我们宣示 告诉所有单位要捐赠的话 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大西政务所来执行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把它做起来 所以陆陆续续的就是这些捐赠进来之后 慢慢的弄起来 那大概的话是不是有一些 分类的像您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有一些是水泥的 那有一些是这个铜的部分 那大概就您所了解到 这些捐赠的这个铜像的话 或者是说这个水泥像 还有包括什么样的材质吗 这铜像它主要的材质 有用水泥做的 有用FRP做的 有用这个铜的去灌注的 这是三个材质 我们最多的是铜的材质最多 而FRP的少 水泥的少 是这样 那目前最大的一尊是不是也算是高雄这个部分所捐出来 是不是 高雄市政府这一尊呢 它是如果完整的话 它会是最大的一尊 它因为它在拆卸的过程 一致过程呢 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破坏 所以现在也只能在这整个剩余的破坏的那个里面呢 把它组合起来 应该是说非常的残缺 它算是铜的材质吗 铜的 那为什么在拆卸过程当中一定要破坏它是不是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镇长的位置 它是从文化中心里面要移出来 是它的空间或者运输的过程怎么样 这个我比较不清楚 反正就把碎片拿上来 再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再把它拼起来 拼就起来 对对对 是是是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过程当中 是觉得还可以分享 或现在还蛮记忆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呢 我觉得最值得记忆的是 应该是在拱桥过去 在一个纪念碑前面那一个 骑马的那个 是在我们基隆 大概在五个楼层高上面 没有任何的交通道路 我们用金的方法把它移下来 现在一带园区里面 那非常的漂亮 而且做得非常的经典 那个作者我们也去跟他谈过 那个作者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而且原来的乡亲 那个业者花了非常多的钱 是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刚刚你提到了 这个骑马这个部分 这个是蛮难移下来的是不是 很难很难 很难 没有道路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这个这么难移下来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还是感觉上 不太想要这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移除 那时候的一个情况 实在是真的是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令人玩味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访问 我们桃园县农业局的局长 曾荣健 曾局长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 台湾之音 欢迎回到福尔摩沙日志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张顺祥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所讨论的是 雌湖雕塑纪念公园 那么所访问到的是 桃园县农业局的局长曾荣健 那么刚刚局长跟我们谈到了 相关的一些筹备的过程 或者是整个铜像的 或者是水泥像的一些来源 那么继续我们要请教局长 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问题要排除 那这些问题点是出在哪里 那我们是不是又要感谢哪些人呢 局长 谢谢 我想要在这里特别的谈到 这个铜像公园可以成立 是要有一个基地 基地当时属于国防部在管辖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 谢谢我们当时的国防部长 唐飞部长 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播出这块基地 给大西政公所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园 当然在整个做公园的过程里面 要预算 我们县内的立法委员 以及当时这个担任我们桃园县县长 后来当我们副总统的李秀莲 李副总统一起的在后面给我们最大的协助 所以呢也在2000年2月正式 一致以后正式启动 所以这个园区才可以圆满 而且陆陆续续的达到这样目标到目前的一个规模 这些人都值得所有的好朋友去谢谢他们 我要特别的谢谢在这里 是那当然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 请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概我们的园区 这个公园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您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哪个方位的哪一个还不错 是不是就您记忆所及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概里面的一个情况 这个公园我们规划的是200座的一个 同向的一个基础 现在呢已经陆陆续续有195座 还差8座就满了 但是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保留一块地 要做到最后看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奇迹或者梦想 我在想我们做这个同向公园 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做一个 室外的教室 甚至于在过去政治氛围 我们自己本身政治氛围不好的时候 是一个室外的政治教育的教室 去讨论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在这里讨论 都可以获得比较舒缓的一个结论 那当然留下一块空地 我总期待说有一天有一天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如果愿意捐出几尊毛泽东的雕像 来到这个园区 让过去的历史在这个园区里面 透过一个艺术品的一个陈列 做成一个和解的教室 会不会是一个也是可以讨论跟很可爱的一个游戏 我把它当成这个东西就是历史人物的塑像 做元素的一个陈列 这是我一个期待跟构想 当然现在我不再任上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总期待是不是往后继续推动的时候 有这个空间 那我们现在再回想过去那段时间 不晓得局长你会怎么样来看待 那时候的一些这个氛围 跟这个面对这个雕像这个部分的一些 可能有一些人不太高兴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维护他 这是两方的意见 一开始的时候 维护的力量也很强 反对力量更强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不同的意见 我们很清楚告诉他 这是一件艺术品 我们给原来的艺术工作的人 创作的人一定的尊重 那当然在陈列那个地方 或机关或团体或学校 在立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故事 我们也让这些故事能够连结 来说服这些反对的人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之后逐步的 他们虽然没有开口说赞成 但是反对声音越来越小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是这样的在做 那当时你们就是 开始邀请大家可以捐赠的这个部分的话 您刚刚提到这个南部的情形 是比较踊跃的 那北部的情形就相对比较冷漠吗 就是没有捐出来的意见 其实北部也很多 但是北部的比较保守 有的部分 我们知道有的地方 后来我们追去的时候已经不在了 他怎么处理掉 我们不了解 其实也不瞒各位说 这个铜像在整个从解研之后 整个政党竞争之后 有很多好的作品 很多经典的作品 现在流落到哪里 不知道 是被收藏起来呢 还是被销毁掉 我很不了解 只是我们就问过很多原创的人 他们做的有很多的 看的资料有 但是看不到现在真正的东西在哪里 是可惜的 是是是是 就像你当初是镇长嘛 那开始来发起这样一个活动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 不晓得会不会成功 然后到后来真的落实了 是不是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当时我们会不会成功 不知道 但是最少我们是很清楚的去传达 这是一件艺术品 这是一件作品 这不是神像 我们不需要照神 这样如果能够留下在桃园的话 那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而且池湖跟头条两个边管这一区块呢 这个空间来做的时候是符合的 所以也获得比较多高层的长官来同意 所以呢 这个预算也就由交通部给我们最大笔的预算 县政府跟我们自筹的部分预算 来让他完成 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雕塑公园 局长你会怎么样来评断他说 在我们桃园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 慈湖这个地方的一个所谓的景点 它的重要性 是不是占蛮重要的一个地位 还是怎么样 它是用历史元素做的一个景点 当然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 两岸的氛围并没有这样的融洽 大陆的旅游并没有那么好的 这个基因的人 那当然如果现在回头看起来 这个地方呢是海峡两岸 海峡两岸 华人世界里面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先生 用这样的元素所造成的一个景点 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在毛泽东故居啊 蒋介石的故居啊 现在在整个大陆在旅游上面的这个成果也非常好 那在台湾来讲 唯一用历史元素做的一个景点来雕塑的也只有这个地方 我想它跟大自然形成的景点不一样 它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两岸华人13亿 它是会被讨论的 我觉得是会被讨论的 而且会继续被讨论 如果可以强化它的历史的元素更多的话 我想这是可以的 而且应该陆客来到我们台湾这边来玩 听说对于你们这个雕塑公园是兴趣非常高昂 是不是 是兴趣非常高昂 他们也有不同的评价 也有不同的讨论 我曾经当成路人甲在听听 也是蛮有趣的 只要有讨论就可以 这个景点它就会热闹 而且是不是就是好像一下飞机 就先去你们那边参观 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 现在已经是指定的旅游路线 所以他们是正常的安排 是是是 最后是不是也请这个局长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我们来到你们这个雕塑公园之外 可以搭配其他的一些景点 是不是也顺道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县除了这个 两岸的文化园区 包括这个雕塑公园之外 我们在北台湾来讲 附近乡的拉拉山 还有这个附近乡的宾馆 以及我们在陶渊县里面有很多的精致的休闲农业区 还有两个最自然的渔港 就是大远的诸位渔港 我们新屋的永安渔港 这些都值得大家好好的来细细的品味一下 而且我们大西镇 在今年全国十大观光小城的一个激烈的竞争 我们大西镇也是十大观光小城 如果各位愿意在这里留下比较长 多一点点时间 你细细去品味 那个历史会告诉你很多的故事 会让你每一趟的旅游都有不同的感受 是 今天由于时间上限制 我们只能请这个陶渊县的农业局长 曾荣健谈到就是磁湖雕塑公园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农业局的这个部分 有相当多的业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邀请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 陶渊县农业局的相关的业务 谢谢曾局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